有請 彭彭 我的中文名叫林兆風 你將來長大 想做甚麼 做車 真的要搬這個車嗎 彭彭 開車最重要是甚麼 藍安全帶 開車最重要是安全第一 但你知不知道上車前最重要是甚麼 投胎排地油銀掣 記住吧 不想開車才覺得自己很狼狽 各位師傅 記住開車七件事 排胎投地油銀掣 排是甚麼 上車前看車牌 很多人行車證過了期都不記得 看一看 立一立 未過期 那就安心駕駛吧 如果行車證過期 被警察捉到 很大件事 同時 車齡已足夠六年 記得早點做 因為要驗車 第二件事就是胎 胎即是甚麼呢 就是車輪 記得上車前 看一看四條輪胎有沒有漏氣 這時候可能有很多師傅會問 怎麼看 有沒有漏氣 比較容易看到車輪有沒有漏氣 給各位師傅 就是看車輪最底的位置 因為接觸地下的位置 是受力最大的位置 車身有一定重量時 這個位置會壓扁了 如果這條輪胎不夠漏氣 就試一下吧 現在這條輪胎扁了 可能撐著釘 快點去補胎 很危險的 上車前 第三件事 剛才很開車 因為很多小動物 喜歡躲在引擎艙內 可以取暖 尤其是冬天 很多貓喜歡躲在內 弄傷它們就不好了 加上如果有些老鼠在內 你駕駛了車 你也有時間去處理吧 各位師傅 還有一個習慣 大家要培養一下 就是當車駛駛駛車位時 麻煩大家下車看看地下有沒有油漬 如果油漬越來越大 你駕駛時代表你車的機件 出現了漏機油的情況 盡快找師傅去看看 而這個習慣 最好每個星期一次 我下車看看 這些是水漬來的 不用怕 冷起機水 不是油漬 看清楚是水還是油 第五 油 顧名思義當然要看看油標油針有沒有油 很多師傅都不習慣 看看自己的車有沒有油就去開車 到油標燈燈 先來擔心油閘 嚇自己一頓飽也不要緊 真的走到沒有油 停在高速公路 站在一旁 被人指著說 又是老司機 如果剛好燈燈燈 還有50至90公里可以走 不過要快點進入 車子走不了 到銀了 看看自己的銀包有沒有在身 看看銀包內有沒有錢 否則過隧道沒有錢 也挺頭疼 其次 看看銀包內有沒有八達通 如果不是入停車場 頂住了別人的閘 沒有八達通進入 又被人說 又是女司機 最後到鍵了 看看側鏡到後鏡是否適合 不適合就用鍵 調到適合為止 看得清楚才好開車 而且晚上開車記得開燈鍵 現在很多人還是不記得開燈 請按讚和分享 你知不知道一輛車輛車輛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爆胎時 駕駛不到車 就會變成三角形